来关新中国新闻真相报道 之前造成5人死亡 40人受伤的北京天安门 维吾尔族人袭击事件 才过20天 新疆诱传流血抗暴冲突 11月16号下午 新疆克什地区巴楚县的9名维族人 因为不满政府政策 到当地派出所抗议 遭到警方血腥镇压 这9个人全部被射杀身亡 另外大约有30名维族人在事后被捕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痛斥中共此举事武装镇压 据维吾尔自治区 中共官方喉舌天商网消息 11月16日 9名袭击者持刀福袭击巴楚县 瑟利布亚镇派出所 自使两名协谨死亡 两名民警受伤 9名袭击者均被当场击毙 报道没有披露冲突细节 只说当地已恢复正常秩序 自由亚洲记者周日 致电巴楚县公安局和派出所 但电话皆无法接通 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向BBC中文网表示 这是当地维族人不满政府政策前往抗议 四委会发言人迪李夏则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事件真相并非如中共官方描述 是中共的武装人员守着电棒 首先暴力殴打为我人 进而引发冲突 当地一家汉族餐厅老板告诉自由亚洲记者 当局在事发后将消息全面封杀 腾讯微博也将色力不雅列为敏感词 禁止搜索 天上网的该事件报道目前也被移除 这起事件据维族人在天安门撞车起火事件 不足三星期 也是今年新疆发生的第二起暴力冲突事件 4月23日巴黜县斯利布亚镇 有21人在几名冲突中丧生 新常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